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种热爱吧 我觉得不管是经历过巅峰也好低谷也好 我觉得自己还是非常热爱 哪怕我身边所有教练朋友都说 觉得我太辛苦了 劝我特意 我觉得还想再搏一搏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通过我对游泳的理解 然后去提升自己的成绩 感觉就是有一种信念 就是觉得我既然选择要游 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我觉得之前就是在走上坡路的时候 自己是非常幸运的 也非常顺利 但是我觉得最珍贵的这个过程 还是走下低谷之后 再重新回到泳池 就是我的心态 包括对游泳 对于很多事情的理解都不一样了 也许文冠军他创造了历史 他开起立山大门 今天的金色的瞬间将永远载入史册 我们要感谢也许文 这是中国儿女的骄傲 其实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 他真的是实现了我的梦想了 完成了我人生的一个心愿了 我现在看来还是觉得蛮辉煌的 就一下子从全国冠军到亚洲冠军 到世界冠军 再到奥运冠军 一步一步都走得非常顺利 好像自己获得了所有的赛事的冠军之后 一下子我就突然失去目标了 然后我就开始担心 后面的人会不会追上我 然后就会把这个当成一个很大的包袱 就觉得我每一场比赛 我都必须得是冠军 好像我不拿冠军 我就是失败者一样 你放不下自己的那个光环了 但其实反过来想 就是奥运冠军这个头衔 它可能只是在你出逼的那一刻 才赋予的定义 我觉得过了那一刻 其实一切都应该放下 都应该从头开始 但那个时候自己想不明白 就是我身处在这个环境里 所有人都会觉得 你是奥运冠军 你应该要比好 所以说就会给自己背上很多的包袱 所以13年的市井赛 就是一下子从巅峰掉到低谷吧 确实对我打击很大 而且一直走不出来 可以说是2013年到2017年 一直是在低谷中挣扎的一个过程 那个时候就是心里有很不服气 但同时我又不愿意去面对 我觉得我还是冠军啊 我一定要拿冠军 就是不愿意接受我现在不是奥运冠军 或者不是前三名这个结果 直到17年 许导说你要不要去上上学转换一下环境 然后那个时候刚到学校的时候就会发现 好像大家看到我就没有像以前那么热情 然后就突然意识到 我可能就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受欢迎了 也突然意识到我现在成绩就是这样 我应该去接受这个就是现状 然后我就觉得我还是很热爱游泳的 那我既然那么热爱 我就一定要把心态也好 这些对于比赛的恐惧也好 全部都克服掉 然后再回到泳池 就是很熟悉 就是又陌生又熟悉吧 毕竟有一年没有进入到这种专业的场馆里面 心情很复杂 但是又很又很快乐 就觉得我好像是属于这里 第二次去读书 是读到中途的时候 我启蒙教练 就是我现在的教练魏魏 他突然联系我 他说旁中亚运会 你家门口的亚运会 你不考虑一下吗 然后他其实又 把我心里那个痒痒的那个劲提上来了 我本来是决定 要不就好好读书吧 因为比完全运会之后 我当时是觉得我自己真的够了 但是一想到 亚运会在家门口 我还是很想参加 反反复复经历了复出 然后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复出的这个过程中 可能自己的心态也一直在发生变化 比如说第一次复出的时候 会去告诉自己 或者说暗示自己 我很强大 但是我觉得第二次复出的时候 我发现我不需要了 我觉得自己就是很强大 对我不需要再给自己心里暗示了 所以就是这些经历可能是 让我现在变得更加坚韧的一个原因吧 亚运会其实200魂 我只希望我们中国运动员拿半斤就好 然后200蛙 我还是很希望能够自己在家门口获得一位精彩 可能年纪轻的时候 心态就是勇往无前 成功了之后就会有一点换得换失 以往的时候就是挣扎 就是无助跟挣扎吧 等到心态彻底调整好了之后 就是无所未必 想对曾经的自己说 就是想给他一个拥抱吧 就是觉得他太不容易了 想对现在的自己说 好好享受接下来的运动生涯 我是中国游泳队叶士文 竹梦杭州 我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